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小乖 欢迎收看小乖新一期的倒塔视频 那么今天呢 也是给大家这个带来了一盘就是很早之前我跟P神打的一盘这个路人局是相当的精彩 因为最近我一直在打这个CDEC 把这个人搞得有点懵 然后也没怎么录视频 如果看我直播的朋友们可能就知道了 我这不年每天到早起到晚上都在打 所以说视频率是比较比较少啊 所以说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老视频啊 就就发一到两步吧 之后的话就不会再去发这个老视频了 不过以前的视频我刚才看了一下是真的很精彩啊 而且那些ID都非常的熟悉 好了 那么我们也闲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我们这个精彩的视频当中 哦不对 还有一句话要说啊 就是在我们屏幕的中间呢 有一个我回家直播间的地址 然后大家想看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来一下这个地址看一下我的直播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百度搜索这个虎牙 然后找一个魔兽导塔1的分类啊 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 好了 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马上进入我们精彩的视频 大家好 我是小怪 欢迎收看小怪都大第一视角 好的 这番的话是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replay解说 本来是昨天打的一场直播 但是由于真的非常精彩 我打完之后还是感觉好久没有打这么爽了 有点激动 是由我跟沙马特以及Piece还有挖岛 前两天也是去沈阳啊 把这个嗓子喊哑了 今天好不容易刚缓过来一点 前两天的话都是说不出来话 听上沙哑的声音 好的 先看一下双方的阵容 这番我也是准备以这个中立视角来解说 这样的话我解释的时候 包括分析局势的时候 大家都是比较容易理解 对面是已经有一个人出门了 是一个伐木机走的优势路 这个英雄呢 前面也是非常强势啊 包括他的保命能力 以及他的打出来的输出都是非常的阴霸的 他这个钩子加满了 就是来回的钩 不对 他一级的钩就cd很短 只是这个距离会增加 前面的话 由于他的技能 每个技能全是神圣伤害 打到身上非常的疼 而且如果这个英雄走优数的话呢 可能会很肥 所以说这盘应该是他的一个前戏就靠他了 然后中戏的话有一个龙溪士 这边还有一个沙王 下落的话是一个兔子 他们这个阵容就比较cw了 就比较以那个比赛那个模式为打的 兔子是一个出团队装的英雄 能出没肯笛子 然后打团的时候又能制造混乱 然后这个沙王找机会摇打 龙骑士的话呢 就是出bkb或者出笛子刚到正面 然后伐务机的话就趁乱打出来输出 最后一手是补了一个vs OK 我们这边是一手府王 然后是暗幕跟府王走劣势路 然后中路是一个宙斯solo 下落的话是一个黑鸟 这样的话呢 就是前面下落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头爆发 肯定是相互相互发育 黑鸟的话应该会占一些补刀优势 好的 黑鸟踢了一下 这个刀应该没问题 好的 果然中路的话是 tcsolo一个龙骑士 我最后一手是补了一手牛头啊 看一下阵容 阵容的话就是前面可能会有一些控制的不足 哎 这边沙王省的直接吃了双背肉后 这边龙骑士一个踢 感觉这个宙斯多远了 A手在A下估计一个戳 好的 戳起来 在A下龙骑士应该拿的一血 漂亮 这样的话龙骑士拿的一血 呃 估计应该直接马上就买出瓶子了 这样宙斯应该不太好后了 如果龙骑士能买出一个小魔棒的话就更爽了 呃 龙骑士打宙斯 呃 不管谁打宙斯都要买一个魔棒 因为这个呃 宙斯的话前面 呃 很多时候会靠这个C来不到 上面的话呢 这个府王又得哎 有点拖大了 直接来断兵 我感觉这个府王要走远 好的 vs一个C这边沙王绕过来 哎呀 伐木机是沟空了 但是沙王还是有戳的 而且这边沙王有鞋 哎呀 还是死掉了 这边感觉府王这个举动有点拖大了 他是以为 呃 vs跟那个伐木机杀不掉他 但是他没想到这个沙王 从下面游走到中路 然后又游到上路 确实这个沙王前期的发挥非常的亮眼啊 哎 这边vs选择一波开悟 哎呦 感觉又是中路有点危险 这边临头一个F 是收一个兵 没什么危险 中路的话感觉 能不能感觉到 这个大路人 没有人蹲这个宙斯或者影魔这种英雄 都属于高爆发 然后没有什么那啥 逃生能力 被游的话就很危险 哎 这边龙西直接刚过来 这个宙斯想单杀他 宙斯还有G 哎呦 一个G一个C应该秒掉了 但是这边沙王赶过来一个戳 vs不就要接一个锤 哎呀 这边的话是 又是被双游游死了 这确实没有办法 像宙斯这种英雄 没有什么逃命的技能 被游的话肯定就是一个死 如果是一个帕克的话 或者是一个蚂蚁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尤其是帕克 帕克可以躲VS的锤 可以躲沙王的栓刺 哎 前面是沙王空到了一个恢复 故意是给龙西留了 果然是给龙西留了一个恢复 上面的话应该爆发不了人头 因为这个伐木机前期 出门就带魔棒了 而且牛头跟安慕 确实没有什么爆发 肯定是杀不掉这个人的 哎 这边沙王又是准备绕号 碰到了一个打野的腐王 看中路 这次有没有意识到 哎 中路的话估计真是惨 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眼的 地图全黑 确实中路有点惨 哎 这边VSC的危险 回到一个C一个G 剩了一地卷 哎呀 这边VSC是没死 这边龙西是最后接一个T 然后收到这个人头 哎 这样的话前面宙斯是连死两次 有点伤 因为这个VSC跟沙王是游走的 非常的及时啊 每次都刚好 就是绕到他后面 把他游死 哎 这边龙西是是踢了一下 呃 龙西是满蓝 这样的话 这个斧王应该要走远了 斧王是没斜的 然后沙王跟龙西是全部游斜 把龙西口喷火 再往前跟龙西口瓶子 这肯定是能追死的 等下一口喷火都死了 哎 一手 这边沙王卡龙西是的位 他想拿这个人头 哎 这边阿姆加个血 有没有脖葬 这边回头一个T 龙西是一个喷火秒掉 漂亮 这样的话沙王也走不到 一手漂亮 这样的话一换一还可以 龙西是回头T一下阿姆 这边有个防目机 哎 还在追 这个龙西是感觉杀不掉了吧 这个位置有点难 哎 阿姆给上一个T 这边牛头一个E往前走 有卡位吗 没卡到 这个位置能不能封 好的一个一大F 漂亮直接封住这个龙西是 哎呦 这个龙西没有吃树 一队也动不了 非常的郁闷 不得不夸一下这个牛头 这个F确实非常极限 虽然这牛头是我玩的 不过我这盘是以中立的视角 这个F确实把龙西 已经封得死死的 没有地方跑了 按战胜来说 这个龙西应该是不会死的 因为他这个血量是满的 而且龙西是比较肉 好的 这边牛头空到一个隐身 上面的话伐木机应该 脖得点爽了 应该快密法了 哎 下面的话不好意思 是一个VS 配合兔子来一个绕塔 直接强杀掉了这个黑鸟 毕竟是前期我们选择了 去猎树 二打二 然后黑鸟的话没办法 确实没有办法去照顾他 然后腐王前面打野 也不是很顺 哎 这腐王怎么不动了 要封野了兄弟 哎 腐王会在看中落 哎 这边龙西个喷火 哎 沙王说了 沙王一个穿刺 龙西是估计要接个T 好的牛头现成一个F 小鸡过来别死 好的小鸡没死 在这边一个月 周四回头一个G 漂亮收到这个沙王 这边龙西是这样 在追 这边牛头是刚才卡掉位 哦 我先跟这样的话 周四只有一个G的栏 然后是二级点灯 应该杀不掉了 啊 防这个 反击螺旋 只有一级 这样的话应该是二级点灯 下面的话 黑鸟应该还是发育得不错 哎 这个自动法球点了 哎 点了三下 没来啦兄弟啊 哦 他是主角的法球吗 哎 没有啊 啊 挖倒这个人品还是不错的 如果刚才这两下没触发的话 可能就要黑了 完全没有蓝了 这两级的法球就赶自动了 真是厉害 相信自己的人品啊 如果是我的话 肯定就 至少四级法球才赶 三级法球我都不会用自动法球的 我的三级光环 我都不会用自动法球的 一下就没蓝了 哎 这边的话 就准备直接绕塔 黑鸟 哎 完了 黑鸟把T还用掉了 这样的话 VS又要塔后 往前跟 看黑鸟没有什么举动 VS吼了一下 VS锤 飘了 你们黑鸟直接给大招 杀王结果出后 但是VS快死了 这边宙斯TP过来 感觉就可以反杀 周斯一个G 好 直接显眼 一个C飘了 这样的话 反杀掉了杀王 这波支援非常及时 周斯的话 级别 哎 级别还好 六级 终于是两个人分的经验 VS这个杀王级别还不是很高 如果杀王级别很高的话 这个宙斯怎么样 也可以到七级了 中路的话 龙骑士还是在中路 補啊 居然只有五级 这边牛头都五级了 你怎么只有五级啊 龙骑士一口喷火 升到六 直接变龙了 当时这个地方 哎呀 确实没有视野 这边的话 是龙骑士直接 楼上来一个T 漂亮这边踢到了牛头 一个喷火再一下 好的 直接带走这个牛头 周斯赶过来一个G加个C 但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牛头肯定是 呃 已经死掉 没有什么办法了 哎 上面是单杀掉了 这个暗幕 这个伐木机的话 现在等级非常的恐怖了 已经等七分钟 都达了八级半 啊 现在这个暗幕 估计已经上了 没法混了 这个伐木机勾过来一个D 呃 估计就直接半血 然后再一个C 差不多就死了 要开脖子 然后再一个D 再一个T 直接就死了 现在伐木机有点 不能自理了 不对 不能处理了 哎 这边VS跟暗幕 不对 VS跟兔子 准备找这个腐王 啊 不过这个腐王人品还不错 刚好打完这波也回家了 啊 这边挖岛的话 是直接意识到这边有危险 直接绕过来 这也是大家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 上面的话 伐木机确实已经不能治理了 没有办法 哎 看中路这个宙斯 哎呦 不会躺枪吧 哎呦 现在是四个人 如果宙斯这样出去的话 肯定要死 哎 这边VS吼了一下没人 周四直接走出来 杀王一个穿刺 龙西是在后面 但是这边有个VS 一个锤 啊 这样的话 龙西是一口喷火 还是这个兔子拿着这个人头 哎 看上面 哎 一个E 这防剧肯定要死 十个魔法能不能坑出来 好大招漂亮 直接秒的这个防剧 哎呦 这样的话就 比较转了 这边安慕已经到达七级半 然后牛头也到达七级 我呀 你这个防剧机是九级的应该 啊 八级的防剧机 杀了这个防剧机生了 加了很多经验啊 确实有点爽 下面黑鸟的话 也是在默默的伐木 哎 这边兔子加VS 选择一波绕后 看这波怎么打 感觉这个有点危险 这边是双倍的兔子 直接给这个VS一个 哎呦 这边安慕可能被秒了 脖子没加出来 哎 这边牛头是没有F 啊 现在一个F 往前走 这边宙斯赶过来 一个两个技能甩上去 这个VS估计一个G加一个C就死掉了 320血 七级 啊 一个G一个C漂亮 直接秒的这个VS 但是这边龙西是赶过来 防剧机也过来 一个勾过来一个 哎呀 看这边是小熊拿到这个人头 牛头能不能走 一个F 10个魔棒 好的 这边走 现在是没有蓝了 加起魔棒 秘法鞋 把这个地方TP 应该可以走掉 啊 这边腐王的话是选择一波绕后 看能不能杀 一死血的兔子 漂亮吼住 哎一下 哎一下 哎没转没转 哎呀 这个腐王 这腐王是人品有点差 这边防剧勾过来 龙西一个T 阿姆赶过来 有没有脖葬 好的给个脖葬 防剧各种技能 但是加上脖葬了 啊 龙西还在追 一个喷火有没有 漂亮 这边一个喷火收的 这个普王防剧飘了 这个周四大 把这个醋给垫死了 非常的及时 这龙西如果刚才在浪一点的话 可能再掉一点血 估计就三杀了 然后这个宙斯 可能这波就特别爽 现在这个宙斯 已经到达了快九级 如果前面这种英雄 级别很高的话 对对面的酱油 是杀伤力非常大的 周四有个技能 叫静电场 加码的是有一个 百分之十一的 暗生百分比掉血的一个技能 如果你没有什么抗性的话 打上去特别的 掉血非常明显 这边府王只有五级十分钟 非常的散 这边也是没有发育好 哎 这边是 周四发了一个信号 呃 那个牛头估计要上去F了一下 一个F一个G 这样的话 VS肯定要回家了 死肯定是死不了 这边有八个魔棒 周四一个大的话 只能垫一百六 呃 一百六的血 因为有一个魔抗 啊 一个G 这个龙骑士也是一样的 再一个F一个G 又回家了 这个龙骑士肯定没有血了 周四一个G 直接就红血 哎 这边沙王跟兔子选择一波绕后 这波的话可能 打起来 沙王一个穿刺 直接戳下去 这边兔子要不要抓 兔子一个抓 找到三个人 这边往前跟 这个位置 沙王直接要大 看能不能打断 漂亮 这边直接打断 兔子还往前跟兔子的话 这个地方有点危险啊 兔子 好牛头回头 F加杀王 但兔子被这个黑鸟踢了一下 啊 这边牛头先走 黑鸟又没技能 一下子也死了 哎呦 这边是给个大招 龙西这边还在追这个 安慕跟这个宙斯 龙西是 是踢了一下 父王 哎 被黑鸟踢了 这边VS跟沙王赶过来 坐在牛头 我好了一下 但是这个龙西是 故意上不掉了 龙西一丝血 牛头选择买活 龙西回头喷了一口火 沙王埋上 这么牛头是 TP到了这个地方 哎 咒死一个大招 收到龙 龙齐 这个地方看 牛头大招 漂亮 G1 加一个F 直接一套技能秒掉 哎呦 非常的nice 这波 这个罚目机应该追不死了 这个罚目机应该追不死了 对面也是非常专业啊 在这个地方插了一个真眼 也是怕对面来这个地方插一个塔前眼 真的非常专业 刚才一不小心说了一句浓骑 很尴尬 牛头是捕了一张TP到达了八级半 前面的话牛头只需要一个秘法鞋 然后有级别就很厉害了 牛头是捕了一张TP到达了八级半 然后有级别就很厉害了 牛头只需要一个秘法鞋 然后选择出了一个相位鞋 加零颈 这盘的话看一下视野 视野方面的话 金卫方只有这地方有眼 然后是黑鸟自己插的 然后看一下对面 对面的视野的话也是这个地方差不多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河道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方面 好 现在都在这个优势路集结了 这波可能要打起来 感觉是大战一触即发 这边宙斯碰到了这个兔子 哎 没有没有鸡到 还是没有鸡到 这边牛头要F那个没有 S到了 这边F一下兔子 兔子应该要死掉了 兔子只有200血加个零砍 300 一个G就收到了 一个G有没有 一个G 一个G直接收掉 漂亮 这边的话沙王是戳了一下牛头 哎呦 这边周四被收掉 沙王一次血 有没有大招 这边牛头直接被秒 哎呦 这个伐木器伤害实在是有点高 别人换过来 这个阿牧阿牧也要死 啊 沙王是被黑鸟剃了 父王有没有猴 哎 父王猴早了 非常尴尬 这边黑鸟的话还是不影响 漂亮一个斩 哎 这伐木器也要死的感觉 一个T给上去 黑鸟点三两下 不影响 直接还是死掉 漂亮 父王一个猴 这波的话是一个三花二 感觉不是很亏 哎 还是有点亏 这边龙骑士是 单带雷路中塔 不过还好是一个一塔 如果是二塔的话 就感觉亏大了 但是感觉这波还是有点亏啊 毕竟龙骑士是 是一个单带的 然后我们这边是 呃 四打五 四打四 而上路是牛头 踢不到上面 然后 周四也踢过来 看 可能对这个兔子有想法 哎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的 这个兔子应该走不到了 给个加速 以及F直接封住 这个兔子应该走不到 哎 居然能跑 这个位置没卡住 但是他应该还是走不到 刹完一个穿刺 刺到牛头 做出一个大招 一个戒指也秒的这个兔子 但是这个牛头被刹完一个摇大带走 这波的话打得非常激烈啊 这边谁赶过来了 看一眼 应该是个伐木机 是个龙骑士加速的 这边 黑鸟兽推推 这边龙骑士喷火 飘了这个推放直接躲到这个 杀黄穿刺 这次一个反杀非常nice 这边VS赶过来一个锤 这边伐木机赶过来 各种技能 哇 直接秒掉这个按摩 周四回头G 但是感觉还是走不掉 伐木机勾过来 龙骑士加速一次血 有没有一次血 一下就死了 伐木机一个D收掉 这边黑鸟的话 应该也是 双身男击四手 剃了一下自己 感觉也是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出来应该被龙骑士秒剃 果然 伐木机一个D 哇 直接秒掉 这波的话是伐木机一个收割节奏 完成一次triple kill 这波如果是 刚才推了一下这个宙斯 然后 呃就直接选择散 这样的话就非常赚了 但是 又打起来了 就直接被团灭了 非常伤 有的时候 虽然你看起来能 杀一个人 但是你却不一定四打五打得过 所以有的大家有的时候不要 呃就是 过于冲动了 像前面比较有劣势 然后这个时候比较 呃最好还是缓一缓比较好 这边vs已经到达了9级啊 15分钟 就作为酱油吧 也是一个非常肥的点 像牛头这种9级 呃毕竟他有一个AOE技能 能收兵 vs的话却只能一个一个 而且他没有什么时间 只能说他前面发挥的比较好 啊 这边宙斯做了一个红杖 非常暴力的一个宙斯啊 啊 黑鸟TT杖 啊这边阿木是准备做这个 呃 战鼓 斧王的话应该有一个1700的存款了 哦 不错 哎这边两个人又是发现了个兔子 兔子的话真实员散一个大根 哎呀 直接被秒掉 哎这边这个鸟是买什么装备的 啊这边是进位方的鸟 现在这个视角是在天灾 啊 商场应该可以推 哎这边三个人TP 这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哎千万别冲动 好的一个F直接是断了一下 这边伐木机看能不能怎么 哎伐木机非常机智啊 他把树开开了 这样的话这两个人就不敢过来了 容秦是踢了一下黑鸟给个脖葬 啊这应该推推自己下 应该死不掉推一下自己漂亮 这边推过来 但是这边的话是有一点危险了 这两个人啊 这个临头走有一点靠前了 感觉被秒踢了 哎呀果然被踢了 这边伐木机给我来一个地 直接秒掉 这边咒死一套技能 没秒掉伐木机 哎这位腐王有点尴尬 没转到这个伐木机 哎呦 这边的话只带走一个VS 这波的话有点黑 还在打吗 还要打吗 这边腐王走过来一个好 哎呦这黑鸟被一出二了 招摇大招 感觉要死了 这波要是一个团灭节奏 啊这个按摩应该也是一个 拖延时间指示 他应该走不掉了 哎呦加个脖葬也是 拖延五秒钟啊 应该是兔子人头 果然是兔子拿到这个人头 这波的话是有一点犹豫了 本来这两个人直接走就好了 然后这边也不会打起来 啊这边主要是看黑鸟 怕这边直接打起来 然后想冲过来直接支援 但是这边没打起来 这边被留了 确实有点尴尬 这波也是交流的问题啊 这波应该直接散 这边直接散就好了 然后这边也没死 然后提别到这边还能打 有的时候一定要多交流一点 下路线居然没人受 现在最好让牛头摸出一把跳刀来 这样的话对于团战就是比较好 跑大很多 牛头特大 然后配合宙斯大招 配合黑鸟大招 以及这个斧王跳好 都是非常好接的一套技能 但是牛头没有跳的话 可能就找不到很好的位置 来释放大招 哎这边VS一个F 哎走上去大招 漂亮一个E加一个普攻大根 漂亮直接秒掉这个VS 这边的话VS是走过来 想换这个牛头啊 感觉有视野看一眼啊 这边是没视野的 但是白天白天在坡上是能看到的 VS也是想换这个牛头 哎这边佛王直接跳好这个龙骑士了 龙骑士笛子挑战加上石魔之斧啊 飞上肉 这边佛王回头被秒踢了 一丝血加上魔葬 但龙骑士加速应该还会追 这波的话感觉有点走远 龙骑士跟了上来一个T 被牛头F了一下 防备过来直接收掉 这边沙漠是空刺了 沙漠是做出把跳刀 这边龙骑加速还在追 这个阿牧感觉要走不掉了 黑鸟还不走吗 黑鸟 黑鸟插了一个真眼的A杀王 一个大招 龙骑一个T 哎呦感觉要被秒了 这黑鸟 哎呀这个黑鸟走远 因为这个阿牧是伯子上给这个 腐王了应该是没CT好 上面的话是漂亮一个大根 带走这个伐木器 无能挡倍终结 但是这边牛头是没有蓝了 牛头只有60点蓝 宙斯的话应该走不掉 被这个一个昏火 哎这边牛头TP回家了 阿牧还在这个地方 虽然它有香味 但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危险 沙王跳刀75加140 不够 还下10点蓝 东西是一个T 哎呦感觉还是要死 这波的话又是一个一换4的节奏 非常亏 哎不过还好 这波牛头没死 牛头没死的话 现在身上金钱是一个1600 马上就能做出跳刀了 而在府王带这个牛头 开了一个5 这波的话感觉只能杀掉这个 刚才残血的沙王啊 这边沙王在这里 如果去又找龙骑的话 感觉又要团灭一波 佛王好像就跳刀了 佛王跳刀加11级 但是这个龙骑士确实 杀他有点不理智啊 这个佛王一直在发信号 看下龙骑士的装备啊 是一个挑战 加上石墨之谱 1600的血 怕魔棒 想不想到他有点困难 啊 看一下这波怎么打 如果是大家玩的话 千万不要冲动啊 理智一点 这个龙骑士很难杀的 这边佛王自己跳好 出上去了 牛头GF 根本就不掉血 这个牛头回头就直接跑了 这个佛王非常惨 哎这边树长起来了 一个锤 哎呦这个佛王非常惨 直接死掉 周四赶过来一个戒 啊看下这个位置 对面是有一个塔前沿 看到这个位置 对面非常专业 看到我们走过来了 根本就没想跑 啊兔子赶过来 就一个没啃 这边VS是晃了 这个龙骑士 这个位置怎么说 这不就要打团了 龙骑士剃了一下黑鸟 一个大招 这边杀王跳大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 杀王这个大龙刺两个 漂亮 这个两个人都要死 龙骑士又喷糊 哎呦这边要团灭了 只剩了宙斯一个人 宙斯是满血 但是队友全部死光 啊 呃 这个龙骑士 勾尾了很多人啊 中路一波 加上这路 这上路一波 简直就是直接 团灭建卫方两波啊 啊 其实这两波也是有点冲动了 父王其实不该 中路也不该吼这个龙骑士 然后上路的话 也不该去干这个龙骑 龙骑士的话 真的是很肉 很难杀死 呃 最重要的是在塔下 如果在呃 这种地方 然后我们人很多 然后冲过来把他秒了 然后对面支援过来 也要一点时间 这样还好 如果在塔下的话 VS直接一个换 根本就不可能杀得掉 所以说不要太冲动 啊 现在的话就最好让这个 牛头补一把跳刀 把这个节奏缓一缓 上面是个沙王啊 是跳走了 如果这个沙王 如果这个牛头跳刀的话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可以找机会来反打一波 配合近卫方的高爆发 啊 一味的去拼正面的话 那就 感觉要崩了 啊 现在这个节奏也是 可以得到一个缓解 啊 这个兔子应该在做推推棒 然后沙王是准备出BGB 我看VS估计也要输一个挑战 或者BKB 啊 龙熙是做了一个笛子出来啊 关键型道具 啊 法目进二十分钟就密法鞋架 这个东西了 我大家玩的时候 还是推荐把这个东西拆了 把这个密法鞋拆了 拆成这个血精石 比较好 啊 可以更早的出血精 这边龙熙是看到什么浮了吗 果然看到一个加速啊 我就说嘛 顶着个小兵就跑过来吃这个加速了 啊 中途可能又要打 这边VS 又是VS又是VS的 直接秒掉 哎呦 非常惨 这边赶紧跑吧 直接开雾跑 哎 这边是直接的开了雾啊 有点机智 牛头这边是把跳档买出来 小兰加TP 赶紧跑吧 这边龙熙是又加速 哎 这个位置还没走 被龙熙一个T 后面兔子没血 怎么讲 防跳好非常漂亮 哎 牛头一个F 漂亮先免掉兔子 这一丝血被周四打断 这个也要死 这杀王也要死 哎呦 这边牛头先阵亡 阿牧也死掉 父王一丝血 龙熙是也一丝血 这个伐木机赶过来 杀王一个穿刺 有没有埋杀 不埋杀死了 一丝血 漂亮被父王点灯点死 这边伐木机还在追 哎呦 一个技能秒掉这个黑鸟 周四各种技能往上甩 周四还没蓝了 就10点蓝 还有一个技的蓝 克罗魔棒也只有一个技 这边伐木机是11个 哇 这边伐木机的爆发也实在有点高啊 直接秒掉这个 父王 现在是又完成一次Triple kill 防想的买活 直接TP过来 噴了狗火 是跳不出来了 点个灯 龙熙是也跑不掉 还在追 这边周四的话是有一个技的蓝 啊 龙熙剃了一下 父王防目机过来 防目机被撞了一下 飘了一个技 直接带走 但是这个龙熙 这个防目机死的时候 给龙熙加血了 有血精石 加了很多血 啊 这波的话不亏啊 因为这个牛头跳刀已经买出来了 而且下面 父王这波 也是收到了这个经验 已经到达14级 前面的话等级比较低 有的时候呢 这个装备比 不对 这个经验比这个装备 更要关键一点 哪怕 你实在这个很穷 但是级别高 会加属性 这一点 就等于你去买一个 买两个圆环 当然加不了四点啊 差不多买一个圆环吧 两点要多的 下面的话 VS跟兔子在线上露头了 这样其他路就可以 放开胆子去刷钱 这个伐木鸡 现在这个阵容最好做一个BKB 或者做一个笛子 做一个挑战 笛子就不需要了 因为这个龙气有笛子了 哎 伐木鸡又在发信号 这个不是这个 府王又在发信号 中路 中路是谁还原 中路是个沙王 啊 府王谁跳好 但是这个位置对有一点远 感觉跟不上 就被人tp了 哎呦这边沙王是戳了一下 这个火王被留住了 龙气秒t 好的沙王是被 不对这个龙气被t了一下 VS赶过来一个锤 应该死 应该死不掉 应该死不掉 一死血赶紧跑赶紧跑 哎阿姆过来给个大招 被t了 皇跳走非常及时 这边是阿姆应该要死了 阿姆被秒掉 这个位置感觉要先走一下 牛头在这个位置 哎牛头直接跳大招 漂亮 这边周四大招 哇这边直接秒掉两个人 龙气开始笛子 一个t 这边沙王也要大招 但是好像没跳出来 被周四一个打断了 被周四一个被动 上是戳了一下这个周四 周四可能要死 龙气这也没什么血 被龙气剃了 这边牛头是秒掉这个沙王 一死也周四 被黑鸟剃了非常漂亮 龙气先死 nice这边虎王是吼空了 哎呦伐木机还是回头把他勾死了 这波团看怎么能不能收尾 牛头牛头 哎呦这边十秒的腐王 好的这边牛头一跳一也没死 哇这边伐木机一个地 直接秒掉这个牛头 nice这边黑鸟 还是一个普攻带走这个伐木机 这波团也是非常的激烈啊 打了一个九人团面 只有一个人活着 阿木也踢了他上路去收钱了 啊刚才这个伐木机的爆发实在是有点高 一死血的时候 居然反差掉了三个人 两个人 这个父王一个T加一个地直接死了 然后我这边直接一个地就死了 然后我这边直接一个地就死了 确实爆发一点可观 啊黑鸟这波一下就肥了15级 然后估计就马上BKB了 看一下装备 哎黑鸟现在多少钱啊 啊黑鸟现在 我没什么钱 他是把绿鞋换了 换了个假腿 然后是买了个神魔之斧 这边打得也是比较激烈啊 前面一直在打架啊 就没什么空隙的时间啊 看一下比分 哇26分钟40比30 啊已经到达了70个人头啊 啊打路论的话 现在已经很少会碰到这种局了 下面父王还是在补买了一个 流浪法师斗方 啊父王也是这两拨全在死啊 确实打不出来钱 这边可能要选择做点什么 啊对了这边小乖的零食店也是 过两天也是在准备把上一些很多种类的东西 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啊 这边这两天刚好在装修 然后商户的话也是搬到了南京啊 之后这个快递方面啊 当然是方便很多啊 啊地址会再放在这个视频的上方 哎这边的话宙斯一丝血 哎不对宙斯被抓到了 四个人 哎呦这个宙斯有点危险 牛头有没有F 啊漂亮这个牛头一个F 是打断了一下这个杀王 要不然可能 这个宙斯有点危险 对面是酱油五人组啊 直接来干人了 不对四人组 有东西大哥在打钱 啊尖危方这个阵容的话 后面也就啊靠法器爆发 加这个黑鸟 黑鸟的话打伐木机还不错的 像这种物理伤害打伐木机 其实很难打 包括呃 幽鬼跟猴子都不是特别好打 因为这个伐木机伤害很高 哎这边直接开悟了 这边父王直接走上来被剃 哎呦这波团的话可能要走远 伤势要大这边两根全要死 啊这边父王跟这个阿慕直接阵亡 看这波怎么打 VS换过来这个黑鸟黑鸟要死 牛腿给F啊 这边有跳大飘 直接跳大这边的沙王 哎呦这边宙斯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 这个沙王被卡在这个位置 VS一丝血 宙斯把这个沙王收掉 啊这边VS一丝血还是要跑吗 黑鸟一丝血都没死 推一下自己非常漂亮 哎这边是迷路了 哎这个牛头是在被幻象 哎呦差点 哎一跳跳走 沙王买活 哇这边是没有戳到 啊这边VS是被这个宙斯一个技收掉 然后黑鸟的话是极限逃生了 啊这波团的话打得非常nice啊 本来是一波团灭节奏 然后瞬间被秒掉两个人 然后黑鸟也很危险 然后吃牛头配合宙斯这一套完美的combo 然后把对面的人全部秒掉 啊呃说龙骑士啊龙骑士太肉了 哎龙骑士也死了吧 啊龙骑士也死了 啊龙骑士也死了 主要是这个 啊看一下他们的装备吧 像兔子啊VS啊沙王啊都是比较脆的 其他人比较肉 像那个伐木机个龙骑比较肉 像其他人都是直接一套技能就可以秒的 啊像是沙王一千六的血啊 但是他没有什么抗性 他现在一千六的血就不如一个一千两百血的挑战啊 怎么样比这个肉很多 哎上中后是发现一个野生兔子啊看能不能干开掉啊 应该抓不到了 啊我这盘也是跟这个沙王有点纠结啊 每次一打团战我就说把沙王怎么怎么样了 沙王到底这盘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搞得他这盘也没怎么针对我啊 啊在这边牛头的话也是准备出一个纷争面纱 这个道具呃打伦其实很少出但是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出这个道具的 这个道具配合呃几方的法系爆发阵容啊非常的好用 而且他这个范围非常大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哦现在点不了商店啊尤其是最不累 他这个我记得施法范围是1000 然后呃就是作用范围是550 等于你在1000码之外就可以上上这个分钟面杀非常的赢吧 哎中路是45人准备开悟吗估计中路又是一波团战节奏 我们看一下宙斯的装备啊半天没更新了哦更新一个A仗 19级哎呀这个宙斯级别真的是有点高 应该是上最高了哎不对是伐木机伐木机21级 MVP哎福王一个跳好跳两个人这个位置啊分成面杀给上宙斯大招 漂亮直接秒掉这个伐木机也死掉 这边杀王要大招龙西是被剃了牛头估计要死这边的话是杀王跳到哪里了啊 啊杀王跳到这边这边兔子克勒又恢复还在钢 这边龙西开启BKB啊龙西BKB已经出来了 这波是一花二杀王戳过来但是这个位置是有宙斯的G的 F王跳空了啊这边兔子是被打断了一个点灯看能不能追死啊啊 而兔子应该要死了兔子一个G就收掉了200血一个G一个C一个G直接秒了 ",那就安、结果主其实员啊 看起来7个G伍吧 这伙子大概是耐心了 那上升了$152,1,4 pasti 三个 Stars 现在两个 Stars 点иться H Silver 打球与厄手 上浅��를 Congratulations 对役了 他这个英雄在团战中如果不死的话可以打出很高的DPS,而且在这边有刃甲,他的技能cd非常快,包括他的机动性非常高,如果团战不把他先秒掉的话呢,就很难打,就很容易打到残局的时候被这个伐木机收掉,牛头也是做出了分神灭杀18集,看一下,持续时间是20秒,然后冷却时间是30秒,实法距离1000,作用犯罪。 有550,让一片区域内的敌人陷入纷争,消息25%的魔法抗性,就是每个英雄本身就有25%,而这边抓到了杀王,这边要打吗?这边龙骑士,一个T踢到阿牧,阿牧应该被秒了,直接秒掉,这边黑鸟是被抓过来,有没有推推,好的,一个推推棒,直接走掉,但这边还在追,这边兔子是给了一个伐木机加锁,龙骑士又一个T,感觉这个兔子要死了,不对,感觉这个黑鸟 鸟要死了,这边火王跳好,只吼到一个人,牛头分神灭杀给上,直接跳大,飘了,这个大招,周四大招,非常nice,这边龙骑士是一磁血,哎呦,这边大根给上了一磁血,最后一下,最后一下,哎,最后一下,好的,收掉,对面的话,只剩下一个伐木机,还有一个及时赶来的VS, 是来的一点晚的VS,没来,这波VS在的话,可以救一下这个龙骑,可以看到这个分神灭杀还是作用很大的,第一次,不是挑战也就是加30%,然后他这边可以直接削弱25%,等于你就没有什么挑战,就是一个正常人,像正常人的话就是普通人,因为正常人是有25%的魔法抗性,普通人就是被减了25%,跟野怪一样,没有魔法抗性, 比如说一百,呃,比如说一百点魔法伤害,打到人的身上会只掉75%,因为他有25%的抗性,但你加个分神灭杀的话,就会还掉100%,哎,这边VS是有视野的,我记得当时,他看到我了,我在这纠结,果然这边有视野,然后这边也有视野,这边的话,我的举动全部在VS的眼里啊,这边牛刀是选择一个E,然后跳过来一个F,哎,小,再一个E,没死,赶紧跑, VS回头一个锤,按摩给上来,但是杀不掉了,别追了,哎呦,感觉按摩是有点危险,嗯,不过还好,按摩是走掉,这边佛王赶过来,这波团应该,呃,又是一波凶残的团战,宙斯是买了一个尖球,准备出杀星了,然后杀王的话,看一下装备啊,应该是快出,哎,宙斯一个大招没死,哎呦,VS只剩20几血,现在宙斯这个大招,伤害非常高啊, 好像是640点,啊,减去魔抗的话也很高,而且他这边是全部英雄的伤害,全部会电倒,再加上刷星球,两个大招,这个爆发实在是很恐怖,如果在打团之中,呃,可以打出这个静电场的效果就更恐怖了,这边牛头也是有一个1700块的存款,我记得我当时也准备出这个刷星球了,跟那个周斯一起配合,就是我一个跳大,然后一个分钟面杀,再一个大招,再一个分钟面杀,然后再一个, 咳嗽,哎呦,不好意思,打个本体,可能有人骂我,哎,这边的话,是跟伐木机打个照面,已经是打个招呼,友好的分手了,这伐木机是做了一个,活力球,应该准备出荣新的节奏了,哦,VS买一个这个,加一个这个,他开始应该是要出BKB,然后或者是,呃,天堂之几, 不过感觉应该是出BKB,因为我们家的话是没有什么物理DPS的,天堂之几,呃,作用不大,这边抓到了VS,能不能跟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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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下,哎呦,感觉死不掉这VS,踢住,VS应该要死了,啊,一个亿,收掉,哎,这边换问到这个兔子,但是兔子的话应该要躺墙,哎,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龙骑士赶过来,开启笛子,哎呦,完了,这边直接踢到牛头,牛头会不会被死,加起脖荡,漂亮,很小踢了一下,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完美地跳走,哎,不 不过晕了,哎呀,耐死,还是跳走,但是感觉阿姆又走不到了,这边防目机赶过来,宙斯一个大招收掉VS,这阿姆应该被收掉,真阿姆是容易被集火的,因为打团的话不免,阿姆谁也杀不掉,这边上网一个跳戳,哎呦,这边直接摇大,牛头大招打断,哎,防目机推过来,推推飘,两张的话是牛头也死不掉,防目机还要往前勾,哎呦,给分手还要浪漫,啊,还是跳走了,嗯,确实有点调皮啊,这边的话 还是回头给了一个分手面杀跳走的,刚才本来如果,呃,这个黑鸟不剃的话,应该可以反杀掉这个杀王,但是杀掉杀王之后,可能这个黑鸟跟牛头全部走不掉,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巧,如果你想杀他的话,你们两个都要死,你可以把他杀了,但你们两个都不一定能走,但如果这样一个配合失误,导致我们两个全部跑掉了,哦,这边宙斯已经做出了这个刷新球,啊,这边有个黑鸟的光环啊,宙斯的来量是完全不缺的, 只需要这个黑鸟站在旁边,C两下就满蓝了,哦,黑鸟做了一个BKB,啊,哇噪,这盘确实不肥啊,主要是因为没人保他,龙西是更新了一个小电锤,啊,这边沙王还在默默地发育,BKB应该已经好了吧,看一下装备,沙王多少钱,可能沙王钱还是蛮多的,哎,沙王1600块,还差一个卷轴,沙王BKB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这边团战就更不好打了,因为沙王可以随心所欲的戳进来,戳出去,罚目机做一个龙心,啊,其实龙心的话感觉很一般,罚目机可以做一些,呃,凶残一点的装备啊,比如说出个西瓦,然后或者补一个灰药,都还可以,只能发现了,哎,这个VS真的很专业,你看他这个眼是为了反他们家的塔前眼,但是我们家这个人非常机智,把眼插到这个位置,这个眼难道是挖岛插的吗, 看下是谁插的,哎,不能看,这边VS,哎,佛王跳好,好到VS,这边弄错一个F,开击笛子,VS应该死不掉,开击分身灭杀,弄错一个人撤一波,这波的话,看怎么打,对吧,前面的混乱,阿牧跟佛王全部阵亡,哎呀,这一波的话可能要,可能要撤了,这个佛王又是有点冲动了,直接跳过去吼了一下,然后被反杀掉两个人,又是阿牧跟佛王打包,这两个人非常惨啊,一个死十次,一个死十二次, 这边还在追吗,还想追,啊,上一个跳车,出到这个宙斯,但是宙斯有,应该是死不掉,黑鸟好追对吧,这路,如果没打好的话,可能要崩了,我们其实是变龙,还有三分之一,牛头还要这样冲出去吗,牛头这样有一点危险吧,黑鸟一个T,这边有杀王在埋伏,牛头要跳吗,牛头果然一个跳,哎呦,跳架F,你这个胆子有点大呀,啊,不过还好,这边的话是没准备, 拉这边的话,就像进面的个小哈,或者俩。那边的话,就好想出。是,牛头就好想出现在。 牛头,它是两个个小哈,能在招订阅上呢,就好想出来了,如果点灯,就好想出现在两个星期间,就是一起跳过去,我看就能在早上的小哈。 这边的话,就没想出,那边的话,是,你们说的,好了,他们就好想出,就好想出来了好想出,就好想出来了。 现在本来的,打远一定要看,你别 zd mirror,就好想出来了,牛头。 这个小哈,你就好想出来了。 好想出来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镞 光amp 因为这个牛头一般到了10啊就是把这个强化球能加满的时候啊杀人都是先逸一下然后 跳过去A少然后再逸一下这样就是等于你先逸一下跳一些F然后再A一下再E再A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最高的输出打出来了有的时候杀一个酱油就不需要大招可以增加很多的dps 啊这边也是一个小技巧刚才把眼反了咒斯拉到一个小野怪然后记了一下这个技是有一个真实效果然后把这个夹也反掉真眼就算了 哎这个傅王是不知不觉做出了一个绿杖那这样的话这个傅王这盘也是走起来了也不是前期的屌丝了前期的话傅王有点惨啊走哪死哪确实没有办法 哎这边傅王谁跳好哎呦大哥你这吼了一个啥这边傅王是吼了一个空气啊应该清兵用的他这边也是觉得蓝很多有个黑鸟反正我这个黑鸟过来我这个蓝也用不完随便就把技能甩了 这边牛头走到这个位置啊只给分手面杀下了一下龙骑士这不应该要散了啊果然 这个黑鸟的位置如果在这边插入的话可能被截被截的话就危险了 哦这边傅王其实做了一个大斧子啊果然是马上弄心球应该在里面啊果然 哎还是没选择走吗 这不的话感觉有点危险不太好打 哦沙王也是做出了BKB 啊房子三千选兔子的话推推棒哎因为上我直接跳到了跳到一个人啊周四被垫了半血被震了半血还在追里面兔子推过来有没有抓有没有抓来兔子没抓吗 兔子还没抓就没把这个宙斯换到这个位置 这边的BKB没有了牛头三漂亮一个大招宙斯刷新大漂亮直接秒到VS大根加个戒 这边牛头想追 不然又跳好这边的话龙骑士被斩 女骑拿到一次双杀这边已经死了三个人了 死了啊这伐木机一丝血 可以又可以斩了又可以斩了又可以斩了漂亮又是斩的这个伐木机 这边还有一个躲着的沙王沙王沙王的话还要跑吗哦沙王是一个直接戳这个牛头那这样的话这个沙王要死了一个D一个F 王又一个斩漂亮直接完成一次哦沙克要 这边佛王这个A仗确实出的腰有点爽啊他是6秒钟一个大招 他是斩了一个这个然后A两下又一个斩 直接这波就翻车了看一下佛王的金钱吧三千两百块 他这个7把啊也估计也马上出来了 这打也可以拿到 牛头的话呢也是马上可以做出一个刷新球 好一个F抢了一波冰 三千五百块牛头 黑鸟三千八我周四四千六 然后牛头三千五 佛王三千六 佛王三千七 这一波打下来这个全部有钱了 每个人的三千多就这个 阿姆比较散阿姆每次都第一个死 好的这边刷新球也做出来 分钟面杀加刷新这个牛头 出了这个装备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这宗斯现在就装备哎他把大哥卖掉了看买什么装备啊看一眼 啊他是要出虚灵刀吗能的哎呦果然他做了一把虚灵刀 这样的话这个宗斯就有点恐怖了 他虚灵下什么VS啊虚灵下这个 兔子啊应该就可以直接秒掉 啊这边宗斯提笔回家了 应该是他的实力道 哎点不到他 黑鸟的话是马上一样刀 对面的话看一下更新装备了 把目击这个龙心还是迟迟没做出来然后 其他人也没有更新装备啊 因为这两拨团都是我们打赢了 哦VS还是尽职尽责的一个真眼一个假眼直接把河道这个视野反掉 这样的话他们打着山也比较方便 他们打着山现在我们是没有视野的给看一下 但是他们现在不太敢打哎这边选择一波开悟 这一波的话比较关键了如果 谁打赢的话就可以 呃占有这个肉栓的主动权 你到中期的时候 团战真的不能乱打如果打输了这个肉栓直接就送了 我还是在这个位置买了一个神秘法杖两 哎呦2500的选 沙王这个位置非常猥琐哎 房子上了 跳到一个龙骑士VS一个锤 啊龙骑开始BKB 沙王跳大哎呦说的两个人 大的这个宙斯干木安木的话要死 啊不直接被秒这个宙斯一丝血 漂亮一个薰刀没死了这边牛头跳大 哇这边刷新大哎呦这个 画面的混乱 直接死掉两人三四人全死了 这边只剩下一个伐木机 伐木机的话应该走不掉了 没开始认夹 哎一下哇这边伐木机要把这个牛头收掉了 啊这个黑脑一个T应该是一个无缝连接跳过是一个E有没有一个E加一个F 好的一个F 是这个宙斯人头 哎呦刚才是牛头一个跳大招然后一个刷新一个 天堂不对一个分成面杀又一个大招一个F直接把这个地方的人全部杀掉了 这个不发学是有点恐怖啊 当时我也没有看清楚 那一瞬间啊确实是太混乱了 哦因为有那个兔子大招 哦这个的话对面是一个五人团面 啊牛头又是有了两千块存款啊看一下黑鸟是两千七 中路应该可以破掉 啊对面是五人团面 还有一个VS还有两秒复活 哎呦一下哎这牛头这么不机智啊 如果是我的牛头的话应该是可以补到这个塔的啊这个牛头不认识是我弟弟玩的 这父王玩嗨了 我这父王确实玩的应该可以挺嗨因为他有个黑鸟 他这个蓝用不完 他可以一直斩一下又斩一个他六秒钟一个大招一直斩啊这边VS换牛头有没有跳就跳走 这应该是一个小操作没有什么选择哎这边杀王跳出这个黑鸟黑鸟死了 哎呦牛头一个F啊 黑鸟吹了一下退歪了哎呀这黑鸟一磁血应该被一手带走了 还是带走这个黑鸟啊这边咒死赶过来哇 这边咒死训练到这家大招直接秒掉VS 这边兔子也是被AOE打得成残血了 又是一个C一个G 漂亮这边咒死被收掉牛头一个F收掉了这个兔子 这边东西是打这个牛头应该死不掉牛头还是比较肉的这些TPA加起脖葬非常的nice啊这一套配合 如果这个脖葬不加的话肯定是已经变成一只牛肉干了 哎这边佛王也是阵亡 这波的话还好哎没破掉破到一个远程兵营 啊不过这波还不是很亏 情况打成这样还是一个三号二 兔子跟VS全死掉了 这盘的话打的确实很激烈啊前面哎 对面选择打肉山 我看下我们家复活的时间呃 四六两个60秒一个40秒这个肉山应该改成了 这个伐木机已经到达了3500的血啊25级伐木机 然后是25级的宙斯24级牛头 23级的龙骑士 啊其他的话 佛王也23级其他都是20级左右 VS比较散15级然后安慕16级 酱油的话都差不多 这个按摩也准备出了一张 这个盾应该要给这个龙骑士拿了感觉 伐木机是有一个血精的 如果他这个英雄杀人杀多的话打团可以出个飞血然后 自杀就对哦然后再 秒活飞过来真的是很厉害 啊果然是龙骑拿的盾然后杀王的话是买了一个极限球准备做羊刀了应该 你怎么买什么装备啊 哎买在家里面了应该是买了一个散滑我记得啊果然买了散滑准备出天堂之几 啊这个版本的话天堂之几也是比较克制这个开蕊 因为这个开蕊的话只有四秒的bqb像龙骑士 呃四秒bqb之后就 很怕这个天堂之几了 这边谁的飞行啊周四直接飞过来哇这边刷新大招直接秒掉这个兔子又是一个哎 又是虚心刀一个技哇这爆发真的有点高 还没有c再来一个c一个普攻漂亮直接带走这个vs一打三直接反杀两人被龙骑士变龙牛头有没有大招哎呀牛大瓦了一点 啊我们加起脖子啊在龙骑士还是要死 好的黑脑一个铁啊盾掉了大招漂亮一个羊刀 一大招又是一个大招刷新大 黑脑一大招这边又是一点混乱啊感觉这边又团面了哎这位卢西是一丝血黑脑现在dps已经起来了 我去这黑脑疯狂的输出 牛头跳过来 否则是一个斩没斩死黑脑一个普攻漂亮 这波的话是黑脑完成一次triple kill 呃刚才这一套操作真的是很亮 周四过来一个g加一个大招然后刷新又一个大招把这个兔子先秒掉 然后又一个虚定刀然后又一个g打到vs身上把这个直接把笛子效果打没了然后又一个c然后又一个c一个普攻直接收到vs然后我们这边就赶过来把他给救了 这波的话是感觉可以把对面直接破两落 现在这个比分也是非常的激烈啊是61比53啊这边我打完了之后感觉已经浑身特别爽就感觉被那个按摩过了一样做了一次那个你懂的哎这边的话普通又是跳好感觉这个vs在此的话就要直接破三路了哎这边又跳过来一个斩又是防人头 啊这边很讲是冲去家里面替了一下这个人 这兔子感觉如果早一点出bqb的话应该好打一点不会直接被秒 哎这房子其实跳到家里哎呦这样的话对面只是五人团面 啊可以拆家了这玩到这边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即时的通过呃优酷的空间或者微博私信给我留言 然后大家如果要买鼠标键盘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淘宝小店然后是拐头大点淘宝点看不 啊还有一些啊零食店啊也是 选择性非常多 完了呢我有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这是那个乐视新出的那个薯片可好吃了啊你说那个野蛮牛仔果味然后 什么辣的橘椒鱼味还有一个那个泰菌变化虾成味的都可好吃了啊就是那个广告里面那个吗 可好吃啊最近我也是蛮喜欢吃那个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是乐视新出的那几款薯片 我自己吃了四宝 啊你这是一个吃货啊 然后 我确实也觉得蛮好吃因为昨天我也吃了两包 就是乐视新出的那个薯片然后我们经常看电视的时候会有一个广告打在上面然后 那个安卓的贝贝还有个祈祥还有啊 还有那个广告 是的 啊好吧这样的话这盘到这就结束了啊我们下期再见了大家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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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